岳云鹏不愧是赶在春晚玩现挂的演员 一个假唱梗竟然玩了四次 演出效果依然炸裂 从青岛到成都 假唱这一招被小月月算是彻底完明白了 从最初的假唱到带着观众一起假唱 谁还敢说小月月将狼才尽 当初春晚上的烧鸡让不少黑粉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可如今小月月四次假唱 一次比一次演出效果惊人 不知黑粉对此该如何解释 岳云鹏为了成都假唱这个包袱也是煞费苦心 居然请了一百多位观众站在录音棚的过道里录音 在成都专场还未开始前就有不少网友猜测 小月月要是不把原唱请来都没办法收场了 但没想到小月月拉着观众当帮凶 带着观众一起假唱将假唱推向了高潮 不得不说 岳云鹏不愧是敢在春晚上玩现挂的相声演员 在春晚的彩排时 岳云鹏就曾玩起了现挂 春晚正式彩排都敢玩现挂的 估计只有岳云鹏了 春晚正式彩排时 请来的都是临时观众 但这丝毫不影响 他们被岳云鹏逗得哈哈大笑 看着如此热情的观众 岳云鹏也忍不住玩起了现挂 彩排时玩现挂还不算 春晚的正式播出时他也敢玩现挂 小小帅哥一枚 颜值逆天惊雷 可言可甜他是谁 谁啊 小妮你疯了 人家谷歌都没说什么 要知道春晚的演出时间都是固定的 一旦节目超时必定会影响后面的节目 不过虽然春晚节目中有现挂 但丝毫没有影响后面的节目 不得不说 岳云鹏的控场能力超强 要说春晚的现挂 可能是之前排练好的 那下面的现挂 直接将假奶量逼疯 亮亮 说下来难不难 太难了 我想钻桌底 我准备了六天 没日没夜的背稿 岳云鹏完全不按传说 我真接不住 我真的 我看体制戏 我都找不到王那儿 要不怎么都说 相声演员没个老实的呢 不按排练好的词说 假奶量几次嘴瓢 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当时假奶量可能还在庆幸这时录播 但没想到 剪辑师并没打算放过他 直接给播了出来 观众立马就想给剪辑师加个鸡腿 纵观所有晚会 只要时间够用 岳云鹏从没有让人失望 能在这时候玩现挂 可见岳云鹏对于相声的把控能力 完全不输师傅郭德纲 你们觉得呢 万万没有想到 小月月假唱竟然还能升级 半真半假是让小月月玩明白了 原以为小月月终于不是假唱了 没想到 竟然跟观众玩起了36集 拍子是进去了 也是真唱 但把假唱放在了第二段 不得不说 假唱是被小月月玩明白了 之前就因为在商言假唱时 说了一句谢谢 被孙老师无情地拆穿了 虽然是提前设计好的包袱 但小月月是真的进不去拍子 甚至商言假唱都能秒遍大型翻车现场 从假唱翻车到被孙老师拆穿 再到把假唱放在了第二段 小月月将假唱开启了连续剧 甚至一次比一次高级 别的歌手假唱那妥妥的舞台事故 唯独小月月假唱被拆穿 反而让现场氛围更加热烈 毕竟都知道 小月月唱歌进不去拍子 进不去拍子也成了小月月的标签 每一次唱歌 只要一加上伴奏 小月月就进不去拍子 就连正式录制的舞台小月月 都没能进去拍子 气得台下歌手一时无言以对 气得杀意都起身 要拿东西砸小月月 音乐总监更是暂停了录制 但这真的不能怪小月月 毕竟只要进去拍子了 小月月唱什么都非常好听 就连薛之谦都说小月月是个怪才 就连有些音乐人都唱不好的和声 小月月却能轻松难捏 你可能是一个怪才 你唱得准该有点音 可是你唱和声很准 对 我告诉你 用很多歌手都自己唱和声不会唱的 而且有的时候三度是五度 对 只能说是小月月轻唱时 绝对是最强王者 一旦有了伴奏嘴 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了 就连薛之谦 为了教小月月进拍子 都差点被逼疯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这个节拍 你快吧 你节拍是不是对的 愿空伴奏 手耳脱塞 你的所有的拍子都是对的呀 你记住当中感受 四下的 三二 你是不是故意的跟我捣蛋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现在是有心的 我真的 我看不下去了 咱们还不换个吧 我现在是想笑 我变不住 换了好几个乐器 就是卡不上拍子 估计薛之谦也纳闷 这些乐器 是跟小月月的嘴有仇吧 一同时出现 小月月就进不去拍子 都以为当初小月月 在元宵晚会上 那段主板书 可以打破进不去拍子的噩梦 而她能顺利唱下来 并且效果出奇的好 完全是要感谢后面伴奏的老师 小月月在前面陶醉地唱 身后的快板老师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紧盯着小月月的节奏走 死死盯着小月月 随时调整节奏 直到演出结束 才长输一口气 只能说 小月月不愧是宠徒 师徒二人 一个霍霍周华健 一个逼风靴之谦 估计以后 再参加唱歌类的节目 要把小月月 拉入黑名单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